總召喚各位委員 各位媒體的朋友大家早 那麼現在 國人對ECFA 確實是什麼話 ECFA是什麼話 國人有高達 六成以上的人 不清楚 那民進黨的調查那是更高 國民黨的自己的調查 高達六成以上 不知道ECFA是什麼話 結果現在 馬英九要邀 民進黨蔡英文主席 要做辯論 ECFA是什麼話 都不清楚到底要辯論什麼 是要辯論什麼話 實在也搞不懂 所以我們要求在辯論前 國會 應該要趕快做一個 獨立的一個調查報告 ECFA對台灣 的衝擊 到底具體的 是一種衝擊狀況 應該要有一個客觀 重力的調查報告 那國民黨啊 跟行政部門說 我們已經有這個調查報告了 我們已經委託做一個調查報告了 這個啊就是 這個就是國民黨委託 中華經濟研究院所做的報告 在去年的7月提出這個報告的內容 然後我必須要提醒大家 他在報告的這個內容上 第三節很清楚的說到 研究方法以及限制 整個這個研究報告的限制所在 我念其中幾個部分給大家參考啊 因為 這個 他這個研究報告是有限制的 其中包括 政治因素 兩岸體制的差異 影響服務貿易 與投資之國內法歸面 以及服務貿易障礙 不意量化等因素 無法考量 那麼 因為前ECFA所創造的商機 會促使廠商願意增加投資 也是這一類 這個研究報告無法反應效果 那麼 針對兩岸最終經貿 完全自由化 他這個報告是針對兩岸經貿完全自由化 加以評估 而非ECFA的直接經濟效益的一個報告 那麼一般人所擔心的市場開放後 可能造成人力資源失業的問題 在這次的報告無法顯現 所有這個自由ECFA之後 那麼重新配置的時間 可能會高達超過一年以上的調整期 有關 ECFA簽訂之後 他們的評估 吸引外人來台投資的這個評估啊 也只是在這個研究有限的條件下 所做的推估 無法涵蓋全面的效果 他們已經很清楚了 很多 這個對失業啦 對可能簽訂之後的產業移動啊 資金的重新配置啊 都無法在這個 研究報告裡面展現出來 結果我們看到經濟部 經濟部針對這個報告 再做一個報告 就叫做普通報告 裡面竟然宣稱 說簽了ECFA對台灣的效益啊 沒有增加失業的疑慮 說沒有增加失業的疑慮 所以整個這個報告完全變成啊 變成在為政府背書的一個 啊 預用的一個報告 而且被濫用啊 在做政策的一些 一些這個啊 推行 甚至在誤導人民 在欺騙社會大眾 這種報告是不值得信任的 不值得信任的 那要進行辯論之前 我們要求國會應該要盡起監督的責任 ECFA對台灣的總體衝擊啊 應該要被啊 嚴肅而且全面性的看待 那麼啊 我們要求啊 要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要形成一個客觀重力的一個調查報告 這個調查報告裡面必須要 針對各產業的衝擊 要提出影響評估 必須要就各業的勞工就業的衝擊 提出影響評估 而且對各個評估各個衝擊 必須要形成協助的一個配套啊 的一個政策 不能像現在行政部門所做的這個樣子啊 把效益做誇大 然後把衝擊完全避而不談 把衝擊完全視而不見 這個會陷入台灣的一個經濟 社會 政治的一個非常嚴重 嚴重不可挽回的一個危機 一個困境 民進黨負起責任 我們要求國會 應該要立即成立調查小組 做出對於各項衝擊的這個公正客觀的評估報告 然後進行兩黨的辯論 之後在立法院要形成一個有效的國會監督的機制 然後最後必須要交給人民公投 這個就是ECFA所處理的完整的程序 國民黨不應該再迴避 不應該再迴避 更不應該拿辯論 來掩飾他們對人民的這個欺騙 對國人不誠實 不完全揭露這個ECFA對國人的影響 這個是非常不道德 而且不是執政者應該有的一個態度 國民黨現在黨團的態度 在馬英九的命運下 是全面杯葛有關ECFA的監督機制 這個調查報告當然是監督機制的最基礎 如果沒有這個調查報告 所有的監督都會流於各說各話 所有的監督都會流於空洞 所以這個調查的報告是所有監督基礎 所有的監督能夠啟動實質可以發揮功能 最重要的一個依據 我們判斷國民黨是應該會阻止 成立這個調查 但是國民黨一旦敢公開去做阻止 這個國會的調查 也就向國人宣布了 他們不敢把ECFA的爭線告訴國人 他們不敢把ECFA對台灣 衝擊負面的真相告訴國人 那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那國人還是逆來順受 國人還是對這種不尊重國人欺騙國人 把國人的這個傷害 踩在一兩個政治人物的利益之上 如果還能夠容忍這個事情的話 那台灣的民主是假的啦 台灣的民主讓我們高度的憂慮 所以我們的黨團的目的就是要讓真相揭露 讓整個國會的運作透明 讓整個ECFA對國人的衝擊 要充分讓國人理解 這是我們黨團的責任 至於有沒有辦法達到 成立調查 成立監督 國會實質監督 人民公投 我們盡我們全力來爭取 但是人民不要默不作聲啊 人民應該要站起來 這是人民的重大生死的決鬥 人民應該要站起來 我們無法用黨團這麼極少數的席次 在立法院這邊去主導整個國會這邊的這個進度 但是如果國民黨膽敢違反人民的利益 公然阻擋這些人民的利益 黨團會採取最激烈最激烈的態度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我們雖然不能主導 但是國民黨也不會得到什麼便宜啦 你若不想向人民公情策 那你馬英九要的東西 在國會絕對會變成人民公敵